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088集 大打出手 梅天灵跟展昭和白玉堂道谢 随后他又有些在意地问了一句 展兄在门口看到我3D了 嗯 貌似手雷归拉的 就他一个人 我2D没跟他一起 只看到了一个人 二位若是无他事 我们不如现在就回别院一趟吧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 示意他倒是没意见 展昭点头 二人就随着梅天灵出府 出了开封府 梅天灵往别院的地方跑 似乎挺着急 展昭和白玉堂有些不解 这位小王爷急什么呢 刚才打招呼那会儿还四平八稳呢 展昭快走几步 问他 梅兄 你很着急吗 我们出门的时候 让天妃看着天云 天妃什么都好就是玩性大 不知道怎么的 被天云忽悠了两句 竟然跑去打猎 我是怕天云跑出去 闯出祸来 展昭倒是了然 白玉堂则是不解 看展昭 那意思怎么说的 这位梅家二少爷 跟个闯祸惊似的 展昭也笑 安慰梅天灵 应该不至于吧 二位不知道我二弟那个脾气 今早知道贺里失窃 天云就说要去开封府 各大御谱搜 贼总要销赃的 白玉堂挑眉看展昭 展昭知道这位二少爷 是想得出做得到的 没准真会闯祸 三人急匆匆赶到了别院 就见别院里乱成一锅粥了 一群家将正满世界 找二少爷 每天领异抖手 人呢 哎呀 二少爷刚才明明午睡呢 三少爷跑去打猎了 可等三少爷回来一看 二少爷早就跑没影了 于是三少爷跑去开封街上找了 我们在别院附近找 这边正乱 就见梅天飞的一个手下 跑了回来 喊着不好了 展昭和白玉堂 就见梅天领望天 一脸的果然如此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 展昭一摊手 哎呀 加油闯祸精就这么悲催啊 天尊闯祸呢 那好歹没人打得过他 你也不怕他吃亏 梅天云可不一样啊 废柴还到处惹祸 梅天领这座大哥的 大概怕他吃亏吧 出了何事 根据下人的说法 梅天云真的一家一家 玉铺去找了 刚才在一间挺小的玉铺里 跟一个人打了起来 梅天云貌似打不过人家 这会儿梅天飞也到了 正理论呢 看着也是要打起来 他们怕两个小王爷吃亏 就跑回来找梅天领了 梅天领直跺脚 赶紧就跑去收拾烂摊子 展昭和白玉堂 看着梅天领飞奔而去 救弟弟的场面 有些无语 玉铺 被偷的是玉器吗 白玉堂问一旁直擦汗的大总管 总管见白玉堂问起 就点头 原来这次陆王送来的寿礼 是一尊红玉的梅花雕 红玉 不是血玉啊 这位公子看着董行 是红玉 不是血玉 什么红啊 胭脂还是大红啊 朱砂红玉 白玉堂一挑眉 展昭看白玉堂的神情 就知道这东西 估计价值连城 难怪会被偷 展昭拉了白玉堂往街上去了 管你什么王爷呢 在街上打起来 到头来还是他展昭的麻烦 众人跑到街上 就见在离开管一不远的地方聚集了不少人 两人上了房顶一看 只见梅天云正跟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打架呢 那小伙子看起来二十出头 穿着一身普通的青色布衣 短打了 像是个附近铺子的小工 不过功夫确实很好 梅天云根本打不过他 展昭指了指一旁 就见在路边一块上马石边 坐着个跟梅天云一模一样的年轻人 样子像是受了伤 两人穿着一样 长相发型完全一样 白玉堂也有些傻眼 这俩谁分得清楚 正这时 人群外有人分开人群跑了进来 正是梅天岭 梅天岭毕竟外地来的 路不是太熟 所以反而比展昭和白玉堂晚了一步道 他冲进人群 就看到了正打架的人 就喊了一声 老二住手 展昭和白玉堂都感慨 是怎么分出来打架的是老二的呢 打架中的梅天云可没停手 就吼了一嗓子 他打伤了三地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妄想靠在一旁的梅天飞 疑惑 不是老二跟人打起来了吗 怎么受伤的却是老三 好乱 梅天云本来就比那年轻人功夫差 一个分心 那年轻人抬脚就要将他踹出来 谁知梅天云确实已经飞了出去 不过不是被踹飞出去的 而是被内力拽出去的 白玉堂惊讶了 就见梅天嶺突然出现在了梅天云的位置 跟那个年轻人交手 梅天嶺功夫不弱 嗯 功夫也熟吗 白玉堂仔细辨别了一下 点头 他是昆仑派的功夫 嗯 昆仑派第一高手 昆仑老祖最得意的弟子 看不出来啊 赵氏皇族功夫最好的除了赵普就是他了 估计是因为弟弟他能闯祸了 所以练就了好功夫 白玉堂突然有些感同身受 这年头 加油闯祸精的就必须自强不息 远处正跟小四子逛街的天尊 扬起脸一个喷嚏 小四子嚼着一串糖葫芦看他 尊尊长命两百岁 梅天嶺交上手之后 那个年轻人就占不到便宜了 设地有什么冒犯的地方 需要阁下痛下杀手 展昭和白玉堂也心中有数 梅天飞看着伤得应该不重 但是刚才对方踹梅天云那一脚 是冲着心口去的 那一脚踹上的话 梅天云轻则重伤重则丧命 这年轻人下手的确重 那年轻人也不说话 没什么表情 正在这时就听一个声音传来 阿易 这一声呼唤听起来波澜不惊 似乎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家 在呼唤孙儿似的 但是这一声之后 那个年轻人突然一收手 跳出了圈外 站在一家铺子门口 所有的杀气都收敛了 展昭和白玉堂抬起头 看那间铺子的招牌 黄石玉铺 只见从玉铺的大门里 走出来了一个老太太 那老太太手持一根拐杖 慢悠悠走出来 她功夫比你好 也没要你的命 算了 做人要知道 见好就收 那年轻人看了梅天灵一眼 回到了那老妇人身后站定 那老太太 看了看梅天灵 公子 看起来身份尊贵 我们是初来开封 梅天灵微微一拱手 老太太点了点头 指了指她身后的梅天云 这位公子 刚才来我御铺 与我侄儿发生了几具口角 之后就打起来了 两方都不对 我侄儿下手中了 不过是另地失礼在先 梅天灵当然知道 梅天云什么德行 就不该带你来 还不送老三去看大夫 梅天灵瞪着梅天云一眼 所谓一物降一物吧 梅天云别看横 倒是很忌惮 梅天灵这个大哥 撇撇嘴 让人抬梅天飞回去 梅天灵留下了一个王府 负责管事呢 看一下周围店铺 有没有受到波及 造成损失 有损失就赔偿 吩咐完了也不废话 赶紧就走了 展昭摸下吧 梅天灵处事 还是一如既往的滴水不漏 他正想叫白玉堂 回别院查失窃的案子 转过脸一看 却见白玉堂 正皱着眉头 盯着那家玉铺招牌下面 站着的老太太 喂 怎么了 想买玉 妈 就是她 谁啊 那晚上我看到的 那个老太太 在城门口看那张画影图形 和那无名骸骨 长得相像的老太太 就是她 嗯 这么巧 刚才梅天云说 那年轻人可疑 她虽然莽撞 但唯独在这家闹起来 会不会是有什么理由啊 难道跟梅家的 贺礼师亲案有关系 先是无头公案 再是宫女自尽 这次又来了一个受礼师宗 我这几天又要不好过了 早就跟你说咱俩私奔了 私奔去哪 天山呢 带你去看雪 展昭盯着白玉堂笑 两人正对视 就听身后有声音传来 两人同时回头 就见鹰猴 正背着手 站他俩身后 你俩要不然找金房 这青天白日的